它那個的蛋白質 如果吃得多的話 是會促進癌症的 我今天很開心 經常跟大家講講一些飲食的移屠 健康的方法 今天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博士 梁淑芳醫生 醫科醫生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這些東西 有很多問題要問沒有 我自己有問題 我要代表觀眾去問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吃素 我經常吃很多年 每一頓飯和朋友出來吃飯 大家都第一個問題問我 他說你吃素?蛋奶吃不吃? 我就說蛋奶的醬又少 蛋奶為什麼不行? 我一向小時候都是這樣 他們說 我每晚還要逼我的兒女 每晚喝一杯鮮奶才睡覺 你又不吃蛋? 你有沒有蛋白質? 究竟這個問題是怎樣的? 謝謝德忠你問我這些問題 其實我平常經常跟媽媽聊天 都是遇到這些問題的 當然你選擇素食是個人的選擇 素食有很多種 特別營養師覺得 如果你奶蛋素 我都會接受 但如果你說又沒有奶又沒有蛋 素就一般了 所以其實我相信你都會很懂得吃 很懂得選擇 即使沒有奶沒有蛋 它的營養是絕對可以用其他植物性食物 來代替的 所以這就是關鍵了 那為什麼先不吃? 為什麼我要用那些東西來代替? 選擇不喝牛奶的人 當然是知道牛奶本身有些人是不受得的 譬如有些人是敏感的 甚至有研究證明 它那個蛋白質 如果吃得多的話 是很促進癌症的 自癌 是的,可以 當然就是看量 其實在這方面有很多學問 所以你不選擇牛奶 我也是很贊成的 因為我自己也不喝牛奶 是的 雞蛋 很多人覺得蛋白質當然是說蛋 為什麼叫蛋白質 不是,哪會來 是 有時候看電影也是 當然了,Walky這樣 生雞蛋十隻 這樣灌下去才粗 是的 如果雞是自己養的 是自己養的 是很乾淨的環境下養的 那你也知道 雞蛋是什麼成分 現在實在是 我們不是太清楚可以說 所以有些人不選擇吃雞蛋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你說蛋白質從哪裡來 問題就是說 原來很多人以為 一定要吃動物類食物 才有蛋白質 他們覺得這叫優質蛋白 是 每一種食物 就含有所有的必需安基酸 但事實上 我們不需要吃單一食物 我們可以吃多種食物 是嗎? 是 植物性食物裡面 是每一種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蛋白質 這個安基酸 你怕它是不夠完整 所以當我們吃一個 combination 就是多種類的時候 這個所有的安基酸 絕對是可以滿足得到的 但你真的有選擇 即植物都可以滿足得到 你的身體的燃料 我經常舉例 就說一隻牛 那隻牛怎麼這麼大隻 這麼強壯 牠吃什麼大的 是否喝奶自小喝到大的 那一想就覺得好笑 是 不是 吃奶吃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多數時間是吃草 是 即是吃草 你想強壯就吃草 那大家都笑 那為什麼草裡面有這麼多蛋白質 令到牛這麼強壯呢 正常 就是草裡面 已經有很多蛋白質 還有很多礦物質 是嗎? 因為大家經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不吃蛋 或者你不吃那些雞胸肉 那我沒有蛋白 那很多人說 你沒有蛋白 不夠肌肉 那其實牠就說 在豆類裡拿 原來草類也有 是啊 其實菜都有蛋白質 都可以吃很大量 但是我們是比較 含多一些蛋白質的植物 類食物是什麼呢? 就是飯 我們吃飯 是吃一碗的 還有一碗飯的蛋白質 就等於一隻雞蛋 已經等於? 又等於一杯牛奶 所以不要不算這個飯 是有蛋白質 另外就是四件豆腐 四件硬豆腐的蛋白質 就等於一隻雞蛋 一杯牛奶 兩樣東西加起來? 不是 等於一隻雞蛋 或者一杯牛奶 是的 所以就是說你喝一杯牛奶 一隻雞蛋 一隻雞蛋白質 就等於我吃一碗飯 和四肉豆腐 就已經有 一樣了 所以其實我經常 會跟媽媽去計算 因為媽媽很擔心 自己的小孩子小顆 瘦、矮、矮 就吃很多肉、奶、蛋、脂藥 之類的 結果就有很多問題 待會兒小孩子又發脾氣 又便秘 他就因為太擔心 他們不夠蛋白質 我們就跟他計算了 我一個五歲的小孩子 他每公斤體重 就是需要一克的蛋白質 一克的 是的 如果你是 我們計算 就是一份的蛋白質 就是七克 一杯牛奶 就是七克蛋白質 一隻雞蛋 是青蛋白質 一碗飯 就是青蛋白質 一個五歲小孩子 平均是需要 三份的蛋白質便足夠了 所以你說我要選一杯牛奶 一隻雞蛋 一碗飯 那就叫做三份 就足夠了 但他們怎會肯這樣吃呢 就是吃大塊肉 所以大塊肉 如果小小塊的豬扒 就是100克 本身就只有四份蛋白質 有四份蛋白質 是的 所以如果你那一餐 即那一天 吃了一塊小小的豬扒 或者吃一塊雞扒 是的 或者叫魚 這麼大塊的魚 那就吃了四份蛋白質 就已經超過五歲小 一天的需要 有多又會怎樣 是的 過多會怎樣 其實它的消化能力 暫時可能可以 但是它的身體 慢慢就會消耗它的體力 消耗體力 我們消化食物 是需要能量的 是 要能量的 你給這麼多東西吃 它要用能量去消耗食物 結果怎樣 累了 很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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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小小小很容易很累 其中一樣東西 吃的食物太多 讓它們消化系統 是很波爐 負荷得太重了 是的 波爐 所以變成有病菌 有病菌來侵襲它們的時候 很容易抵抗不了 所以… 用錯地方 是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小小小 它跟著我 吃多些植物性食物 它抵抗我們 突然變得好 是的 你兩歲以後 不用喝牛奶 不要吃雞蛋 不要吃那麼多肉 吃少許就好 吃多些菜 吃飽菜 然後才吃法 發覺它身體好很多 所以其實大家 我覺得都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都不能喝牛奶 因為我媽媽是不適合 不喝那些 我是…到真的有病 媽媽就說 今天病就讓你喝一瓶鮮奶 所以我是沒有喝牛奶 但我都可以這麼高 其實真的不聽擔心 沒錯 正正就是這個高的問題 得到你很高 很令人羨慕 有些媽媽就說 很想我小孩子高 就把他吃 甚至我的說法 就是五歲 要一杯牛奶 一隻雞蛋 要50克的肉 這樣你就會保證你將來 就會高於你遺傳所得的高度 這個說法 我就覺得很危險 這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說 當我小孩子吃過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已經超過一天的需要 他不只是吃這三樣食物 他還有吃飯 吃其他東西 所以其實他負荷很大 你不知道日後會怎樣 會不會是便秘 肥胖 生暗瘡 或者很早是脂肪肝 心臟病 糖尿病 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看到很多早熟 這個我想擔心 早熟 甚至有些人以為我燉湯 我不吃過渣的 只吃湯 那些營養都在那裡 下來了 怎麼會沒有 他喝得燉湯 只是想營養在湯裡 對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一些小孩子 是太早熟 到早熟的時候 怎麼辦 是不是吃藥打針 當然不想 父母當然不想 所以我很希望父母一早就知道 兩三歲已經知道 不要這樣逼他吃 其實現在真的很幸福 有梁醫生 這樣的醫生 大家可以有多些正面的資訊 也可以早些知道 好像我們小時候 父母不會知道 現在知道 大家去不去做 就是你們自己又要去實行 是嗎 是的 不用擔心 那種個人形象很重要 就是 你覺得自己好就好 是不是 有用就有用 不一定要這麼高 或者這麼重 才叫做有用 我想作為父母 她是擔心 她是擔心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要給他們多些資訊 讓他們更加有自信心 就是說 你的小孩子夠了 你做得很好 吃多些菜 菜能夠幫助他們 增強體抗力 而且是防癌的 防止將來 在日後很早有慢性病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 很年輕就有脂肪肝 又說糖尿病 冠心病 癌症 這些要從小 讓他們建立一個好的 飲食的習慣 很重要 所以你的鼓勵 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一個 正面的影響給大家 因為其實很重要 因為坊間很多資訊 大家又不知道 究竟是否正確 所以大家都要去看一些東西 都要去篩選一下 另外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濕疹的問題有關不關事 濕疹呢 我是年紀都不小 我就跟濕疹 香港的濕疹越多 在一起看著的 熨掌的 其實在80年代之前 之前是很少濕疹 沒有那麼多 特別在大陸 更加大陸寫所寫的 疑科書籍 是裏面沒有談到濕疹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沒有喝牛奶 這個這樣的雜 我就看著 就是香港的人 是越來越多人喝牛奶 而正正和濕疹越來越多 是有關 由飲食改變 就導致你的身體的病 開始改變 那不是很得人相信 牛奶和濕疹有關 那我會怎麼知道呢 其實我們的疑科的先祖 在外國他們已經觀察到 他們喝牛奶 喝得早了我們 是呀 所以他們一早已經 報道了這件事 只不過我們在香港 就沒有那麼留意這件事 我們的資訊性 也有這麼多 是的 就是以為牛奶這麼好 因為初初喝牛奶的時候 當然喝奶粉也好 多看見它的好處 而看不到它的壞處 當我們越來越多 看到這些濕疹的時候 在他們的飲食裡 排除了牛奶之後 他們好了 是 那就證明是對 是吧 特別是現在近十年 就多了一些所謂低敏奶粉 無敏配方 就更加說明 他們一早就知道牛奶 是有問題的 是會跟濕疹有關 還有其他的敏感病也有關 但那些人又說要補鈣 喝牛奶 是呀 是呀 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不喝牛奶 好像鈣舊一樣 應該怎麼搞呢 牛骨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這麼多鈣就吃草 也是植物也可以 所以其實綠葉蔬菜 有很多鈣 是 綠葉蔬菜有很多鈣質 如果我們放棄了不吃菜 吃飽的肚子就是 吃牛奶 吃雞蛋 吃肉 我們不吃菜 好像我們的十元仔 已經沒有胃口吃菜了 好像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這樣 是嗎 它當然飽了嘛 還有菜又說要白煞 不好吃 那它怎麼會吃呢 其實最簡單 你去打火鍋就知道了 那些人通常上了肥牛 上了丸 吃完一大量 不如吃點菜吧 是啊 好像責任上 那些菜叫來 就沒什麼怎麼吃 責任上可以吃兩條 其實現在很多研究報告 就說 你不吃菜 將來的病是很多的 缺乏菜 就會生病 簡單來說 很簡單 希望大家記得 說濕疹 就不是牛奶 雞蛋都是很容易致敏 令到濕疹容易發作 那在我幾十年裏面 是醫治少女仔濕疹的經驗裏面 發現呢 醫濕疹是三個原則要做 第一 當然要護膚 皮膚很乾的 一定要護膚 甚至有少許的藥物 第二 就是要戒口 例如牛奶雞蛋 你一定要戒的了 有時候少什麼都要戒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戒口 有些人是比較長的 只是戒這些不行的 只要戒其他 但是起碼這三樣先戒掉 第三就是吃好東西 所以好東西就是植物類食物 吃了植物類食物 才能夠建立滅液系統 所以這個濕疹的滅液系統 它早就受到傷害 可能在胎兒時期 已經受到傷害 是經過環境的污染物 傷害了它 所以日後要建立它 必須要吃一些好的食物 很多植物營養素的食物 來去填補它的缺陷 所以最好就不要等有缺陷 才來再建立它 大家如果聽完梁醫生說 就應該由現在開始 例如小朋友 就應該怎樣鋪墊 去吃什麼正確的食物 就不要等出事 才來補救 這樣就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謝梁醫生 肯和我們分享這些 這麼好的資訊知識 多謝你給我機會 希望有機會再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